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 顶流之所以是顶流,一要有全方位无丝角的外形条件 二要有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代表作 无论过去多少年,杨阳的代表作都是纳布和爽子的线偶 她的心血计划终于在多年后被挖出,闲说说她最近的瓜 高王出然的恋情从绯闻到实锤,过程比大家想象的还要短暂 一是大家都知道杨阳很喜欢谈恋爱 二是王出然也算得上是大美女 跟大帅哥杨阳看起来就很般配 也因此最初的绯闻也就并非空穴来封 紧接着关于两人恋爱的更多细节被扒出来 比如同款手机壳、袜子、墨镜等 还疑似同游马尔代夫 从李庆、宋茜、张天爱、迪丽热巴、乔欣再到王出然 杨阳的绯闻女友手拉手快要绕满半个地球 怪不得杨阳每拍完一部戏就要休息 真恋爱,当然需要很多时间 可惜因为杨阳从来不肯公开女友 大家也只能在网上疯狂寻找蛛丝马迹 但如女方,如果是真心在意这段感情 当然会很痛苦,比如乔欣 乔欣跟杨阳的恋爱就是吃瓜网友扒出来的 早在2019年5月4日 有眼尖的网友发现微博出现了一个bug 大号发图片,水印是小号的 其中杨阳也中招了 那次杨阳发了一张自拍 水印显示的是倔强不屈的一生一世 杨阳发现后,她连续编辑了几次 水印依然在 就是顺着这个水印 网友顺藤摸瓜发现了 该号不仅关注了杨阳的唱话 还关注了乔欣也是该号唯一关注的女艺人 几天后,疑似乔欣的小号曝光 叫WaWaWaGirl 曾用名是其独角兽的女孩 网友发现 这个号除了爱发乔欣也喜欢的独角兽图标 还上传过一个美少女战士的头像 乔欣的ins也发过同一张图片 更要命的是 还有网友在微博底下留言称 乔老板 最耀眼的证据是 乔欣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她的大号就关注了这个小号 带着这小号 会不会就是乔欣的小号的疑问 网友发现 WaWaWaGirl微博使用到的一些词语 很像乔欣的语言习惯 比如性感有物 乔欣在给经纪人浩浩过生日时 浩浩对乔欣许愿 祝你越来越性感 乔欣顺势接了一句性感有物 比如废物女孩 这个词 乔欣对经纪人说过 也在大号上提供过好几次 因此大家都觉得 这个小号就是乔欣的小号 然而这个发现 却让网友对乔欣的印象彻底翻转 为啥呢 任谁看了WaWaWaGirl的动态 都不免要被这个恋爱脑的女孩心痛吧 毕竟她的微博里没有别的内容 有的只是为了恋爱开心 上身一级渴望能跟对方白头偕老 但最终被分手的恶欲 而让乔欣如此开心又痛苦的人 正是杨阳 乔欣在小号里说 自己17岁喜欢的人 在2018年恋爱了 看起来似乎跟杨阳无关 但乔欣确实是在17岁考上中心的一年 遇见杨阳的 第二点是伦敦约会 2019年2月 杨阳与乔欣被抱同游伦敦 过情人节 还说杨阳曾豪制百万给乔欣买包 虽然狗仔没有拍到照片 但看乔欣和杨阳当时的行程 确实是一致的 乔欣被发出 在ins上分享了一张冰淇淋的照片 地点正是伦敦的某网红冰淇淋店 而杨阳被粉丝偶遇和艾伦 在伦敦街头拍摄成龙心电影《急先锋》 再就是情人节照片 杨阳在情人节当天 发了一张女友视角的帅照 很快被网友拔出照片拍摄自伦敦 加上之前的两点重合 两人恋爱的消息很快上了热搜 但爱与双方团队先后辟谣 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偶像谈恋爱不亚于饭圈地震 杨阳团队或杨阳自己有顾虑也能理解 就是心疼沉迷于这段恋爱的乔欣 挫抚真心 看她小号的心情披露 跟杨阳恋爱的那段时间 她真的快乐也快乐上了天 悲伤也悲伤入了地 可同样是陷入一段感情 杨阳似乎总是风轻云淡 爱就爱了 不爱也能轻松抽身 跟与王楚人的恋情一样 杨阳在与乔欣恋爱期间 被网友扒出 两人有同款于风貌 同款联名外套 同款喜欢做脏脏包 总之这段没有公开的恋情 乔欣是扎扎实实的欢喜和痛过 碍于这段感情让她很受伤 乔欣至今还是单身 但杨阳早已大步朝前迈 跟大美女王楚人频频约会 只是被拍到了一样 选择不回应 问就是业务需求 再问就是王楚人 只是跟她刚好住同一家酒店 你信吗 反正我是不信 可应的是 为啥杨阳每次恋爱都不肯公开女方 难道她一开始就是奔着玩玩算 不可否认的是 杨阳每次都很舍得给女方花钱 但看过乔欣的微博就知道 女孩子陷入爱情时 除了钱更想拥有的是她的人核心 以及就算走不到最后 前手的过程里 好歹也要给她一份体面和交代 可能杨阳真的不懂吧 不过王楚人也不是盖的 为啥一样是谈恋爱 小心要遮遮掩掩 没有被狗仔拍到实锤 最后只能按戳戳 在节目里内涵前任美骨气 而王楚人就能被狗仔拍到照片 并彻底实锤 可能是我太阴暗 但我真心觉得 如果杨阳就是死不开口 女孩子就是在她这 得不到一个公开的名分 那被狗仔拍到沾点顶流的光 也是好的 毕竟王楚人也是女明星嘛 命令长离婚 确实需要曝光和流量 杨阳啊 帅是真的帅 有也是真的有 对女孩子总是不主动 不承认 不拒绝 任对方为她昏天暗地 伤透了心 依然不改男儿本色 确实没担当 也确实怂 这么一对比 陆涵就凭敢公开 认爱管小彤 所以让她被很多女人喜欢 简直就是令人称颂的难得典范 最后再说 杨阳的爆红时 杨阳和爽子的缘分 开始于国内综艺天花板 华尔与少年三 拍完旋风少女有所沉淀的她 因为这个综艺和爽子相识 才有了后面的故事 在资本的安排下 二人合作 微微一笑 很倾城 让本身人气就很高的爽子国民度 更上一层楼 而杨阳呢 一举从代报小生 晋升为四大顶流之一 炒作手段更是曾出不穷 去内疯狂洒糖 剧外倾城夫妇的营销全网飞 只可惜炒作的时候有多甜 后续撕起来的时候就有多难看 最终也是逼了 借助着微微一笑很倾城的热度 杨阳一跃成为人气男星 最后影视剧资源爆棚 相比现在已经销声匿迹的爽子 杨阳简直是最大赢家 在此之后 她又相继主演了舞动乾坤 全职高手 你是我的荣耀 特战荣耀 且是天下等近十步新作 但很可惜 评分都不容乐观 事实上 杨阳是那种颜值能打 但业务能力时好时坏的演员 简单来说 就是半个花瓶 而且一旦剧中五官乱飞 粉丝也是会跟着心梗的程度 在她的头上 一直顶着内鱼BG直光的称号 粉丝高喊 内鱼不能没有杨阳 但其实等到她的作品溢出来 我们会发现 网友们的声音都不怎么好听 不能靠作品维持流量怎么办 或许在如今万物皆可吵的内鱼 仅仅靠营销也能打造出一种 我就是顶流的效果 拥有复活收割机称号的杨阳 自先在宝格丽晚宴上成功出圈 一晚上业绩力压前辈吴磊 同样是条亮盘顺 杨阳影应是碾压吴磊成为销售冠军 晚宴上 那些在普通人家眼中 价值上万或者十万百万的奢侈品宝格丽 在富婆眼中都成了随意挑剪的玩具 入手就跟菜市场买菜一样简单 已经褪去了少年青涩感的杨阳 相比青春活力的吴磊 五星中更添男性魅力 散发着若有若无 勾人心魄的成熟感 自然就被品牌方安置到富婆最为密集处 而富婆们都愿意冲着这张脸去消费 周围一众粉丝富婆纷纷围观合影打卡 这一战过后 杨阳成为圈内圈外公认的富婆又补弃 富婆们爱看她带奢侈品 当然也愿意为爱下单 初开富婆 杨阳方再炒CP这一块也是相当用心 甚至一个不小心就来真的了 的确杨阳出道多年 几乎和合作的女主都传过绯闻 从李沁 刘亦菲 乔欣 到宋茜 赵露斯 底力热巴 知道现在的王楚人 跟她合作过的女演员 都成了她绯闻女友名单上的一员 也不是说不能跟女搭档谈恋爱 但是杨阳这种拍一部戏 换一个女友的节奏 网友们看得心中冒火 这乎要是她找女朋友的心思 能放在拍戏上 应该都拿影帝了吧 就连杨阳的战戒都看不下去 在杨阳的超话区 晒出其历任绯闻女友的合集 但很显然 如今王楚人成功上位 从绯闻变为实锤女友 又别于一般的恋情 刮友祝福有他房 杨阳的恋情曝光后 网友几乎是清一色的嘲讽 杨阳这次被扒了个底朝天 除了恋情 更多黑料被扒出 实在令人唏嘘 当然作为明星 或多或少总有黑料 借在这个风口浪尖 也不乏一些蹭热度的行为 吃瓜不幸瓜 愿杨阳能认真对待每一段感情 无论出走多年 杨阳永远是粉丝心中的纯情男孩 也希望她能多几步代表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 更多精彩内容